作为一名皇后,杨倩荣为何被废了五次? 最终依然第六次,当皇后这个最牛的皇后叫杨倩荣。 杨倩荣出身世家大族,她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朝中显赫了众臣, 她一生的娇艳可人。 杨倩荣据照公元三百年, 既会递把皇后贾南风号权乱政, 竟把阻碍她夺权的太子司马玉给诛杀了。 结果,野心勃勃的司马伦找到起兵的机会, 在毒死贾南风后,掌控了朝中军政大权。 由于杨倩荣的外祖父和司马伦的宠臣孙秀同族私交集后, 因此,在孙秀的推荐下, 司马伦把杨倩荣立为晋惠帝的第二个皇后, 以达到控制晋惠帝后宫的目的。 不过,比起贾南风曾经在朝中呼风唤寸的威风, 杨倩荣的命运别提有多悲惨。 不久,司马伦搞了一出善让的大戏, 让晋惠帝做了太上皇, 而他则做上了皇帝之位。 司马伦的行为自然让各路诸侯不服, 于是,齐王司马俊连和其他诸侯王。 发兵攻打陆阳, 司马伦兵败, 只得宣布退位。 在司马祖的支持下, 晋惠帝得以复辟, 杨倩荣好歹还是某一天下了皇后, 但是宗室之乱还在升级, 诸侯王之间你争我夺, 因此杨倩荣的命运也起起落落。 杨倩荣第一次被废, 是在304年2月, 当时长沙王司马一战败后, 成都王司马颖上表, 将杨倩荣废为庶人, 并把他幽进在金幽城。 同年7月, 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讨伐司马颖, 司马颖兵外备废后, 杨倩荣得以复立为皇后, 展开全文司马中巨诏, 和兼王司马荣的部将张芳迅以率兵攻进洛阳, 尚未恢复元气的司马越不敌, 于是, 晋惠帝又落到张芳的手中。 张芳为了协迫晋惠帝迁都长安, 断然废掉了, 才恢复皇后职位不久的杨倩荣, 并再次把他拥进在了金庸城。 在晋惠帝迁都后, 张芳在自封中令军, 陆尚书氏和荆兆太守等军政重职, 掌握了朝政大权后, 这才又恢复了杨倩荣的。 皇后之位 公元305年, 张芳再次废掉了杨倩荣的皇后之位。 同年, 历劫将军周全打败了张芳, 于是, 杨倩荣得以复位。 仅一次跃不到, 洛阳县令和桥又打败了周全, 于是, 杨倩荣再次被废。 司马荣尽管让晋惠帝封他做了太宰, 但他却从杨倩荣的几次费力中, 意识到, 这个女人由于出身高贵, 因此, 才会不断有人帮助他恢复皇后之位。 所以, 司马荣为了消除隐患, 以晋惠帝的名义下了诏书, 说杨倩荣为奸人多次所利, 应该处死。 然而, 大臣们都非常同情杨倩荣的遭遇, 不光迟迟不忍下手, 私利校尉留婚, 与尚书蒲舍寻帆, 和南尹周傅等人还冒死渐言, 替杨倩荣求情。 司马荣勃然大怒, 于是, 将这些替杨倩荣求情的人抓捕入狱。 这样一来, 事情闹得很大, 在舆论的帮助下, 杨倩荣才逃过一劫。 公元306年, 对司马荣不满的司马岳, 联合诸侯王们再次讨伐他, 攻陷长安后, 司马岳灵回晋惠帝, 杨倩荣也得以恢复皇后之位。 可是, 平稳的生活不到一年, 晋惠帝却被毒杀了。 刘耀巨照紧接着晋惠帝的弟弟, 司马氏继承地位, 杨倩荣被司马氏尊为惠帝皇后, 并把他移居洪信宫中, 从此他幽居深宫, 再也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了。 但是, 杨倩荣的命运并未因此停顿。 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 不仅把晋朝摧残的国力大损, 彼此也大伤元气。 匈奴, 仙北等少数民族建有机可趁, 于是, 纷纷攻入中原。 公元311年, 前赵将领刘耀率兵攻陷洛阳, 司马氏被俘, 身居身攻的杨献荣, 却因姿色过人, 被刘耀占为己有, 并对他宠爱之极。 公元318年, 前赵发生尽准之乱, 刘耀率兵平定后, 夺得了地位, 四年便将杨献荣封为皇后。 有一次, 刘耀问杨献荣, 无何如司马尖? 杨献荣说, 胡可并言, 陛下开机之圣主, 比王国之暗夫, 有一副义子疾身三儿, 不能遇之, 贵为帝王, 而妻子辱于樊树之手。 浅妾耳诗时不辞生, 可独富有今日, 妾生于高门, 常为世间男子皆然。 自奉金之以来, 使之天下有丈夫儿。 杨献荣的意思是说, 这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 陛下是开国之明君, 他是王国的昏君。 他虽有老婆孩子, 可是他不光庇佑不了我们, 就连他自己他也无法庇佑。 我那时候虽说贵为皇后, 可是, 却屡受凡夫俗子们的羞辱。 我都不想活了, 谁知道会有今天呢? 我生于名门贵族, 以为世间男子不过如此, 但自从侍奉陛下后, 才知道, 天下还真是有伪丈夫。 这番话的确是杨献荣的肺腑之言, 刘耀听后大为感动, 从此愈发宠爱他, 并将杨献荣所生的儿子立为太子。 公元322年, 被受宠爱的杨献荣, 走完了他一波三折的人生, 刘耀在悲痛中厚葬了他。 参考史料, 进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